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希腊文的基督 人相信他就可以得着永生 这本书的内容是与旧约一脈相成的 而所记载的事件其实都与其他三卷福音书是有重叠的 不过即使是记载同一个事件 约翰福音往往就为事件赋予更深层的象征意义 例如都是讲五饼二鱼 约翰福音所强调就是耶稣是生命之良的意义 今天我们就会看第一章一至五节 当中的关键字就是道 Logos 讲起这个Logos 很可能就会使当代的读者联想到希腊哲学的一些理念 Logos在希腊思维里面的意义是很丰富的 主要可以指万物难以生存的理性的原则 理性本身或者是理想的世界等等 当然也都可以直接指字面的意思就是话语或者是信息 另外熟悉旧约的以色列人看见Logos 道这个字他们都会联想到神的话语 旧约的七十世希腊文译本 讲到耶和华的华 这个华就是用了Logos 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 神的Logos会使他们联想到神的能力 拯救和启示 当我们看到下文一章十四节 就会知道这里的道Logos 指的是三位一体上帝里面的圣子 曾经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而所有的约翰福音的下文都为我们介绍 耶稣基督作为神的话语 是怎样将神 怎样将上帝宣讲出来 他不是单单透过自己所说的话 而是透过他自己行事为人的全部 来到将上帝宣讲出来 他就是上帝的话语 我们讲回第一至五节 这里就很厄要地讲了 道即是耶稣基督的特色 在时间方面 道是永恒存在的 他比万物和时间先存 在与父神的关系来说 道是永恒与父同在 既然觉得同在 他就意味着道有自己独立的位价 在本质方面 道就是神 是三位一体上帝里面的圣子 讲到和万物的关系 万物都是由他所做的 经文强调 万物当中没有一样不是道所做的 道是所有生命的源头 罪使人含入黑暗当中 但是当道来到世上 他就是光可以驱走黑暗 不过讽刺的是 世人是他所做 但是就不接受他这个光 接受原文可以解造 捉住、理解、掌握、胜过 这些意思 不过我们看一下下文的内容 我们就会发现 解造、理解似乎是最合理的 耶稣基督来到他所做的世界 世人天边是不理解他 也都不认识他 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五节经文 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状况 耶稣基督的创造万物 创造我们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是不是真的亲身体会到 创造主的伟大和能力呢 耶稣创造我们 自然是最了解我们的 你是不是真心相信 耶稣是最明白你的呢 尤其是当你经历被人冤枉 被人误解的时候 还去 未能够坚信 耶稣是明白你的呢 耶稣创造你 他自然最知道 你应该怎样过你的一生 你明白耶稣对你的人生 有什么美好的旨意呢 明白耶稣对你的人生 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呢 在黑暗的人 不理解光 拒绝光 你已经接待了真光耶稣嘛 你说 是啊是啊 我在某年某月某日 我已经决定接受耶稣 进入我的生命了 真是恭喜你 这个实际 真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美好的时刻 不过此时此刻 我们都可以 再好好地检视一下自己 光已经进入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还有黑暗的角落呢 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之中 将那些黑暗的角落 锁上 不希望耶稣的光 照到这些的角落呢 盼望你今天都找个时间 好好思考一下这些的问题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 耶稣基督 我们在这里认信 你就是完全的神 你永远与父神同在 你伟大 超越一切 我们和其他万物 都是你所做的 你最明白我们 你最知道我们的人生 怎样活是最有意义 你是光 有你 人的黑暗 就无所遁形 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活出刚才我们所认信的真理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之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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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